现在是上午十一点点 我飞机晚点了 我现在要去北京 来 哎呀 你要吃哦 今天画一个表面带 泰国给我带回来的口袋 可以吗 它挺漂亮的 然后两个十块钱一个 是那样子的小袋子 是不是很好看 今天的人简直太多了 我的发都乱出这样的火 我准备今天是来故宫吃东西 并不是来逛顾 可是那些穿越其实都是在故宫上演的 一过去到清朝 变成了格格 以前那些上宝朝是不是在这里发的 对 从来都是 好然后兵分两股 文官武官入朝 是不是 很像入朝啊 你看现在文官文官入朝了 给你们看看 这是文官 这是武官 皇帝在这等等 我的酒好疼啊 我的酒好疼啊 我们到了 我们要吃一饭了 这边很美 看 这边像蜜蜜蜜 这是应该是一开始就要先吃的吧 宫廷点心 不过它蛮好吃的 重沙融点香味 而且它一直一直都有沙 都蛮香的 里面还有黄套人 粉饭了 哈哈哈 今天这一餐一共三百块钱 其实是有一点小费 因为它的皮是有那种纹路的品质 它比较精致这个肉 很薄 这个姜桑拉多少钱 知道什么 王牧牛肉饭 除了王牧 我就想到以前 我老师觉得王牧的意思是 它是一个味子 但后来才发现王牧是一些麻烦的味道 牛肉的味道 是不是要吃 很轻软 好乖 也是豆沙的 就跟刚刚的那个 乖乖点琴差不多 嗯 很精致 好 这个果酸香 它味道是很香的 这个果酸香它比较稠 也是眼睛看的那种味道 没有这样的调料 这份它是九十八块钱 会盖着肉 吃的好吃 它这个果酸香刚吃 在那里太多甜 好吃了吧 太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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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现在拌一拌杂账面 嗯 好咸 中文很可爱 因为你们四个人 出去吃饭的时候 太甜了 我今天应该也算是 为外地的朋友来北京故宫 吃炸下面拍那个 超级强货 我今天应该也算是 为外地的朋友来北京故宫 吃炸下面拍那个 超级强货 超级强货 最新鲜色才可以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适合 就是我要 征赞沙场时 我的发小给我的信物 神鬼啊 这电视剧里面不都是这样演的吗 一杀几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跑一个德国 我看 这是我给你的信物 你要带好 我都是 我们下一代是哪一个 我要去你的花花园看一看 花花园啊 怎么一般的花花园都是 妃子跟老板 妃子跟老板 相遇的那种 几率最大的 今天皇上是花花园 那好的我就 心中打扮 然后在那唱歌 公共餐厅那里 前面20分钟还在吃 马上就来吃公共餐厅了 哇 好多人啊 这家餐厅他们家 很多东西都没了 然后点了三鲜包 然后点了一个公烹鸡饼包 然后还点了一个牛肉面 因为也没有炸酱面了 还说比较一下呢 同仁堂也是北京的饮料 先喝一口 它是一个凉厂 哦 没有糖的 这个包子好有造型哦 好工作里面 有肉 有豌豆 有玉米 还有末 菜倒是蛮丰富的 但是其他的味道就还好 今天的风超级大 好冷哦 这个牛肉面的牛肉 牛肉倒是挺大一头的 看 这三样 124也不便宜 这个还要40斤的 还是挺贵的 那其实景曲这个价格 还是可以接受的 哇 这牛肉 它牛肉汤很带脚 而且面条很吸汤 很香 关键是它最信我的地方 就是肉很大一头 现在我来吃这份饭 这个有辣味啊 竟然 这个米我好喜欢哦 后来它的米有点那种 比较粘粘的 酥酥的像珍珠大米 它既穿味又北京味 其实今天的故宫一日游 总结下来这个饭就是贵 其实好吃的话 这一餐的话还算可以 这碗面和这碗饭 我还都挺喜欢的 但刚刚那个冰窖的饭 我觉得有点贵 而且价格不太合适 就感觉它量有点少 不过故宫还是很有味道的 很有公平的味道的 就是人太多了 你们这个时候来旅游的话 一定要注意很多防晒 还有带有外套 带墨镜 还有就是带钱 带我 带我给你们一起吃吧 好啦 我们今天的故宫一日游就拜拜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